其实我们看到这几位 就是说李又昌是因为八年任期已经满了 那黄伟哲还有四年 其邁还有四年 然后这个张良 翁张也还有四年 其实他们的共同特色都是民进党终身带 都是五年级生 又昌是六年级 又昌最年轻他是六年级生 其他都五年级生 看起来这次终身带给他们机会 其实掌握得还不错 对 尤其又昌 我要讲一下台南 台南我一直说它不是黑金问题 它是派系问题 就是说派系 尤其是郑国会的六个议员 那不要忘记了 林又昌是郑国会的现在的中常委 比如说掌门人 当然陈廷飞会有一些 他自己在地的一些压力 毕竟他跟前议长关系密切 还蛮不错 他不可能公开说我不停 这个郭再卿 但是事实上他其实就是放手了 放手给所谓的派系龙头 又昌去做整个的整合 后来这个六个郑国会的议员 也全面的支持了这个邱莉莉 表示整个派系也整合成功 所以宥昌这一局 不只是他本纪嫁 嫁人成功的拿下来 他也稳住了所谓的台南 当然台南有很多 包含赖清德一定有实力 黄伟哲一定有实力 黄伟哲当面会有 深陷派系问题 但是赖清德他是 那个出生地 不可能放到这一局 包含宥昌他在跟派系的成员之内 如何去做沟通跟协调 这个工作 我觉得都做得很好 所以这个尤其是宥昌 我觉得他未来的声势看好 由于六年级生 这次又把基隆这个拿下来 但如果要讲一下国民党 刚才叶元智就说 国民党要开除了 其实更最该开除叫余邦彦 余邦彦可以 退党又回来啊 可以之前说 党中央提名另外一个人 党内投票 初选支持一个新的 我忘记什么名字了 但是他说我要出来自己选 我要支持民众党的人 所以国民党马上扭回去 那我再提名余邦彦好了 像这样的人用自己的政治 用政治力来威胁政党 这个才应该开除 这个余邦彦才真的应该开除 应该罢免提名罢免他 所以国民党的问题 还没有自己的问题很大 然后还指着别人鼻子骂 尤其骂赖清德说 你顾朱立伦昨天 骂说赖清德你要先解决台南 你怎么面对你台南的 故乡的黑金的问题 就朱立伦你自己党内 所有的跟克文哲讲的一样 北台湾一看下来 所有的议长都你国民党的 除了基隆以外 结果所有的国民党都是黑金 结果花莲掉了 张俊掉了 但张俊是贪污案 所以你没有提名他 你提一个吴东升 是一个杀人犯 所以也是掉了 所以就是你整个国民党的 内部的黑金问题 被整个议长绑架 然后你不敢去处理 因为你怕你处理之后 克文哲后脚马上跟进 要去收割 这些黑金的力量 所以你不敢去处理 你党内的黑金问题 然后指着别人的鼻子骂 这样子的党主席 我觉得你还是先想想好 如何做好你党主席的工作 不要为了博升量 尤其最近他的压力很大 大家都要出面 郭董也出压力 说要选总统 赖清德也好 或者是国民党的 赵少康也好 都要出来选总统的时候 你怕你自己声量太低 结果你不好好做好 你党主席的工作 你跑出来跟人家博升量 指着赖清德的脖子 鼻子骂 其实只是为了你的总统 在布局而已 的确 之前选前 大家记不记得 克文哲曾经讲过 说北台湾议长都黑道 那这次改选之后 至少我知道了 像基隆这个同志委 台北市戴希青 这两个应该都不是黑道 因为戴希青是我高中同届的 那好 那所以乃宇 但是国民党很多 这个有争议性的 这个所谓的黑金背景的议长 真的都连任 所以国民党反黑金 是在打假球吗 是我们先来看这个 就是说国民党设黑的议长 副议长全部都连任成功 那刚才我们换哥也有提到 就是说克文哲说 北台湾的议长都黑道背景 真的是蛮多黑道设黑背景 包括代表国民党 争取连任的许修睿 他是成功连任了 新竹市的议长 那另外呢 南投县的议会 包括这个何胜丰跟潘一权 他们呢 也都是成功的连任 而且还是四连吧 那云林县的议长呢 沈松龙 他也是一样 在没有竞争者的 这个情况之下 也成功的连任了 在这个地方呢 我真的是有满满的记事感 为什么 什么记事感 我想到了一部电影 我现在讲这个电影 大家可能会有印象 在25年前 有一部电影呢 是这个刘德华 跟那个梁朝伟 不是梁朝伟 梁家辉演的 梁家辉跟刘德华演的 《情义之西西里岛》 我不知道大家应该有看过吧 后来改 后来从第二次在上演的时候 改名叫黑金 因为可能意大利西西里岛 会抗议的 所以他改名叫黑金 他其实这部电影 大家都知道 他其实在讲的是 那个1990年代的 这个国民党的 这个黑金政治 但其实这部电影 是1997年的电影 到现在25年 这25年来 其实台湾已经经历了 三次的政党轮替 但是可以看到都说 好像25年来 这电影好像 还是 现在看也不会有 什么违和感 这个议长呢 可能都还是一样 都会有这个 涉黑的背景 可能都还是要去 泡茶敲戴机 我话讲完 谁赞成谁反对 台词记得很熟 看重播 看很多次 那其实呢 像这样子的情境 25年来 一再地重现 一再地重现 也其实可以 印证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25年来 我们的国民党 我们持续都没有 跟这个黑金 好好的做一个 好好的切割 但是呢 另一方面 这个之前国民党 他们也说 如果有涉黑背景的话 那我们就不提名 我们开大门 走大陆 但是呢 我们看到实际的状况 是什么呢 王红威骂 这个吴怡农 是黑道小弟 然后呢 但是他副议长 人选却支持 这个被传说 有黑道背景的 夜灵传 根本是说一套 做一套 这一句话 是这个新闻写的 不是我说的 因为我要说的是呢 不只是说一套 做一套 是说一套 做很多套 刚才有网友 在边留言的 网友留言说 国民党如果有党纪的话 初一十五不一样 但是我要说的是说呢 国民党说的话 可能也是初一十五不一样 怎么说呢 之前不是说 这个文传会的主委 洪孟凯 他不是说 国民党开大门 走大陆吗 如果说有凭有据的话 依照相关外定 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 但是事实上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可能有涉黑案件的 这些议长 全部都提名了 但是却又有 这个但是又是 另外一个不同的条件 又是不同的一套 这个刚才 一三哥也有提到 这个花莲的议长 花莲的议长张俊 他也有涉黑 但是他就不提名他了 所以张俊他是 这个托党参选 那自己在国民党的党内 提名议长 到底是涉黑不涉黑 到底要提名还不提名 就已经初一十五不一样 说一套做很多套了 更何况是说 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确定了 已经都是涉黑的正副议长 所以我可以看到 真的是黑道背景 是跟国民党的基层的连结 一直都是撕不掉 所以说真的就回到 刚刚我套的那句电影台词 就是说我话讲完 谁在这谁反对 那可是就在这个moment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王鸿卫 他指着鼻子骂别人 就是刚刚一三哥讲的嘛 国民党指着这个手骂别人